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因为主要是上半年的时候可能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首次置业需求集中的一个释放 那实际上首次改善的需求它是就是说它的相对说它的弹性比较大一些 它就是说可买可不买的情价看到首次置业然后拉首次置业的需求拉成整个市场形式回暖之后 然后下半年的时候我们的改善的需求其中入市的比较明显 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平均的成交面积这块 然后主要比至少比上半年要提高了五平方米这个平均的一个成交面积 这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特征呢是我们的区域交易区域可能过去啊 打传统题的我们因为二手房交易主要在城区啊 这个比较明显因为可能呃城区首先它有自己的一个二手房有自己的优势嘛 因为大多数首次职业者或者刚需他们看中的是位置 因为他们可能上下攀呢可能比较方便一些究竟的原则可能选择了城区里面二手房 实际上在年底的时候尤其是第四季度的时候 随着新房供应啊就是说在就十月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断档 然后导致了我们呃像稍微外环一点区域五到六环之间的区域的二手房成交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区域的放大 这块主要提前明显的是原先我们的主要的二手房交易主要在朝阳区 朝阳区肯定排第一啊 丰台排第二那实际上到四季度的时候我们整个区域结果发生了大变化 然后朝阳已经排第二了第一的可能是昌平区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发生了这么一个转变 实际上也意味着整个二手房交易在区域选择的方面 可能那一些呃五六环之间的离城区比较近的一些二手房 也成为我们目前市场的一个主力区域啊 上涨是肯定的的但暴涨不可能这是我的观点啊 上涨是必然的了实际上从各方面都能看见到啊 首先是大家购房的时候也应该体会到 就是说可能房子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到啊 今年十二月份这个价格实际上是也处于一个逐步上涨的阶段 那么明年这个状态有可能继续延续下去啊 一方面是我们整个呃 房租上来啊啊房租涨的可能比房上那个那 那住房涨上涨的稍微厉害一点 实际上大家有可能就是说我现在租房这么呃 每年每个月交那么多房租那我还不如买套房子 然后我月供的钱相当于房租的钱 那我三十年之后或者二十年之后我还闹一套房子啊 有可能更多的人去转向这个买卖市场 所以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方面吧 另一个方面从政策的调控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房地产所有的房地产政策 它的基调是房价合理回归 那么在今年的在前天这个租建部开整个部委的一个工作会议的时候 我强调明年的一个调控方向是那个把这个过去提了提了三四年的房价合理回归这条给删掉了 实际上这也在另一个层面 佐任的就明年房价上涨 肯定是呃应该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啊 但是呢 我觉得暴涨不太可能 一方面是或者刚才也提到就是整个供应的大盘子实际上是有的啊 这是这是前提条件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整个政策的调控基调在控预期控房价暴涨 这个方面实际上明年可能会纳入一个更更严格的一个管控范围 我不仅仅是要管住需求 就是说通过限购现现代政策去管住需求的一个不合理的需求的一个释放 然后正常的需求释放 合理的平稳的释放 另一方面在舆论引导方面 包括年底的国土支援部也在提出明年对于地价控制要怎么控制 实际上我觉得明年 朱全部有可能在控制个别区域的房价费力金上涨方面 他们要去通过舆论的方式 或者出台一些可控的方式来控制整个房价的费力金上涨 比如说某些区域如果说一夜之间涨了30万50万这种房款 那那些区域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去 首先是从报道方面需要必须客观 不能说一个个案就作为一个现象让人为的放大 那么这可能是在新闻口啊 监管口可能会会注意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假如说有这种 这种就是说个别的一些恐慌心心理出现的时候 肯定会有相关的政策去跟进去平息 我觉得这是明年整个调控的一个大级调 应该说对于房地产这个首先是限购政策 现在政策这对空虚的政策不退出 然后另外一个是对整个购房者的市场预期的一个控制 就是说在舆论监控在信息公开 尤其是一些政府地方政府在公司整个房地产价格 区域价格方面它更需要透明或者是更权威的一些数据来发布 那要稳定我们的购房者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 好 明年应该说出现了一条小松的席 一条小松的席 的那一条小松叶庸山 有空间 柔道 investors 都 顶 一个 很 豪 帮 小松叶庸山 不